如果从现有战斗力来看,谁才是国际赛场的最强杀器? 第五名,马尔卡宁 马尔卡宁在国际大赛被誉为白色字母哥 上赛季,马尔卡宁刚刚入选全明星,场均能拿到25.6分8.6篮板 从最近的国际大赛来看,马尔卡宁已经成长为国际赛场上的T0级球星 在去年的南拉欧洲杯,马尔卡宁场均砍下27.9分8.1篮板 三项命中率进入180俱乐部 他带领的芬兰在四分之一决赛里给西班牙造成了巨大的迷范 第四名,字母哥 因为国际赛场上没有防守三秒,字母哥的攻防能力再次提高一个强度 除了约基奇之外,同位置上的球员比他高的没他快,比他快的没他壮 比他壮的没他高,就算是美国男人来了,都限制不住国际大赛上的字母哥 第三名,尼古拉约基奇 约基奇在国际大赛应该是第一反字母哥装奖 在此前,对阵希腊的比赛中,约基奇只用13次出手就砍下29分 他在第一位多次生吃字母哥,让字母哥苦不堪言 从统治力来看,约基奇的个人能力几乎是无解的 无论是NB赛场还是国际赛场 约基奇目前都还没有任何对手 但考虑到约基奇带领的塞尔维亚始终没能拿到冠军 所以约基奇还需要从战绩上证明自己 第二名,卢卡东基奇 从个人进攻全面性来看 东基奇可能是欧洲赛场上唯一一个比约基奇更能统治比赛的球员 东基奇的国际大赛经验已经到了炉火成青的地步 他在外线几乎可以点名单打任何一名球员 在国际大赛,东基奇想要拿三双几乎轻而易举 此前,对阵强大的法国男篮 东基奇还轰下过47分7篮板的数据 在东基奇的比赛里,你真的可以学到很多干货 他的节奏感,他的大局观,他的小打大以及大打小的能力都已经是世界顶级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东基奇发挥稳定性一般 如果手感较差,他也很难帮助球队带走比赛 第一名,凯文·杜兰特 从篮球这项运动发明到现在 杜兰特就是国际赛场最强的第一大杀器 就连巅峰的科比、詹姆斯、乔丹这几位大佬都不及巅峰杜兰特 在美国队史上,杜兰特是历史得风王 而他只用了三届大赛就完成了这一成就 排名第二的安东尼参加了五届 2012年,杜兰特在奥运赛场场均砍下19.5分 排名全队第一 2016年,杜兰特场均19.4分依然排名全队第一 在这两届奥运决赛上,杜兰特都砍下了30分 几乎无人能打 而且,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杜兰特场均哄下20.7分 帮助美国梦之队实现四连贯 毫不夸张地说,在国际大赛上 杜兰特就是世界第一强队里的最强球员